那麼另外剛剛有媒體朋友問到一件事情 就是問到說那個最近大概 因為總統一些行程上有一些反年改的朋友們 甚至是在昨天甚至有傳出有投擲煙霧彈 也就是慢慢有一些可能激化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行為 那這個部分我大概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那就是我們確實是注意到那麼有部分以反對年金改革為名的 成抗團體那麼過去以來那麼從訴求標語 帶有嚴重的性別歧視辱罵女性 那麼甚至是仇恨語言等等這些言辭 那麼以及那麼許多那麼與年金改革沒有關係的 極端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容 那麼一直到最近那包括有企圖攻擊 那麼總統國安車隊那麼投擲煙霧彈等等這些脫序行徑 那相關的行為那麼確實那與單純反映 對年金改革不同意見那麼有相當大的距離 那也為社會帶來困擾那麼與不安 所以對此我們也要再次呼籲那麼這些朋友 我想理性表達主張 同時那麼政府也會全力來確保 國人安全免於受到類似脫序行為的衝擊與威脅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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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